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将聚焦于特朗普在最后一场总统竞选演讲中的情感冲击 随着2024年美国大选的投票日来临,特朗普的演讲充满了怀旧与不安 他回顾了过去的辉煌,并对未来表示担忧 试图在支持者面前展现一种希望与团结的信念 演讲中,特朗普不仅表达了对自己的支持者的感激 还毫不留情地攻击了对手,尤其是佩洛西和哈里斯 他的情绪波动明显,时而展现幽默感,时而显得愤怒不已 甚至对民调表现出极大的焦虑 最终,他的演讲成为了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既是回顾,也是对未来的展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2024年美国大选的序幕终于落下 投票日如约而至 特朗普,这位在美国政治舞台上掀起巨大波澜的政坛人物 面对最后一场竞选演讲时 既是满怀激动,又是心情复杂 这场演讲不仅仅是权力的角逐 也是他个人情感的抒发与告别 他站在台上,环顾四周那些热情洋溢的支持者 让他瞬间回忆起2016年的景象 彼时他在大吉流程面临着重重质疑 而今他又站在这里,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特朗普的声音略带斯雅 像是一位历经风雨的老将,满含沧桑与不舍 他开口说道,这是一段不可思议的旅程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非常令人伤感 这是最后一次了 这一刻,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无数曾经的画面 仿佛时光倒流,那些年的奋斗与辉煌历历在目 对于他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竞选 更是一次沉淀与反思 然而,怀旧的情绪并未主导这场演讲太久 特朗普很快将矛头指向了他的对手 他毫不留情地抨击佩洛西和哈里斯 往昔地激烈言辞在线 甚至不乏粗俗的措辞 对于特朗普而言,这样的风格已是家常便饭 他借助移民话题 威胁对墨西哥征收100%的关税 试图煽动支持者们的激情 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 他显然不愿留给对手任何喘息的机会 哈里斯的集会规模远远不及我们的 特朗普自豪地宣称 他的支持者毫无热情 这一番话中不仅有对敌手的讥讽 还有对自己支持者的充分信心 他信誓旦旦地表示 自己的集会坐无虚席 而哈里斯却是门可罗雀 这样的对比既展示了特朗普对自己人气的自信 也反映他对竞选形势的敏锐把握 随着演讲接近尾声 特朗普邀请自己的成年子女上台 与他共同分享这一重要时刻 这一幕引发全场欢呼 支持者们感受到了一种团结与力量的传递 特朗普激动地说道 我们已经并肩奋斗了九年 一步一个脚印 这个房间里充满了爱 我认为这个国家也充满了爱 这份情感的流露显得珍贵而真挚 然而即便是在这信心满满的时刻 特朗普内心深处的忧虑依然挥之不去 他坦言这真的是一段旅程的终点 但新的旅程即将开启 或许他心里清楚 这场战役无论胜败如何 都会成为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 他希望自己的名字和影响力 能在未来的共和党中占据一席之地 竞选活动进入最后阶段 特朗普的情绪波动愈加明显 有时他展现出难得的幽默感 轻松调侃拜登的言论 以此舒缓紧张的竞选气氛 但当民调显示哈里斯选情占优时 特朗普的怒火瞬间被点燃 他甚至放言 如果有人敢贴近他 可能需要武力解决 这样的言论虽显夸张 却无疑反映了他内心的胶着 最后的冲刺阶段 特朗普的日程安排密不透风 每天都要参加三到四场集会 虽然偶尔他也会抱怨这样的高强度 但他仍然坚持不懈 这种执着让人不禁感慨 无论结果如何 对于特朗普而言 这都是一场不留遗憾的追逐 真让人伤感 他感叹道 我们永远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 但我们还会举行其他的聚会 他的语气中透露出对未来的期待与不舍 这场最后的竞选演讲 不仅是特朗普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节点 更是他与支持者之间情感的交汇 无论未来如何 这段旅程都将成为他人生中不可磨灭的记忆 特朗普的故事仍未完结 而他与支持者的情感纽带 将继续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延续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是美国商人、电视名人和政治家 第45任美国总统 任期从2017年1月20日开始 到2021年1月20日结束 他是美国历史上首位 没有担任过公职或参军背景的总统 特朗普出生于1946年6月14日 于纽约市皇后区 其父亲弗雷德、特朗普 是一位房地产开发商 这位唐纳德未来的职业生涯 奠定了基础 唐纳德、特朗普 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 在1971年 他接管了父亲的房地产公司 并将其更名为特朗普集团 通过精心策划的房地产投资和品牌营销 特朗普成功将自己的名字 打造成全球知名的品牌 拥有包括特朗普大厦 特朗普国际酒店等在内的 多个标志性地产项目 在商界成功后 特朗普也涉足于乐业 他在2004年至2015年间 主持了电视真人秀节目 《学徒》 The Apprentice 进一步提升了其全国知名度 2015年6月16日 特朗普宣布参加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 作为共和党候选人 在初选中 他以反建制派的身份和直率的言辞 击败了众多共和党竞争对手 2016年11月8日 特朗普在总统大选中 击败民主党候选人 希拉里·克林顿成为美国总统 在他的总统任期内 特朗普推行了一系列 具有争议的政策和行政令 包括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实施大规模减税 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施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以及在墨西哥边境修建隔离墙等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 以美国优先为核心 试图重新谈判或退出他认为 不利于美国利益的国际协议 此外 他也以直接沟通与推特治国文明 频繁使用社交媒体与公众和媒体互动 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充满争议 他的执政风格和政策 引发了美国国内外的广泛争议和抗议 他在任期内经历了两次弹劾 分别是因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调查 虽然最终军委被定罪 2020年总统选举中 特朗普未能连任 败给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 特朗普拒绝承认选举结果 并声称选举存在舞弊 最终引发了2021年1月6日的国会大厦骚乱 尽管离任 特朗普在美国政坛 以及共和党内部依旧有显著影响力 他仍然是美国政治及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 特朗普的政治生涯 展示了其魅力和争议并存的特质 对美国政治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特朗普的情感演讲 展现了他作为一个强大领袖的个性和决心 他的怀旧和伤感表明 他非常珍视自己过去的政治旅程 这种情感能够激发支持者的共鸣 特朗普的历程充满了逆境和挑战 他的支持者们也一直与他同甘共苦 这种深厚的关系 是其他政治人物很难复制的 对于特朗普来说 这场演讲不仅是一个节点 更是对他政治生涯辉煌岁月的总结 他以自己的方式 表达了对支持者的感激 和对未来的期待 通过这种真情流露 他巩固了自己的忠实支持者基础 强化了他们的信念 特朗普的情感演讲 不过是他一贯的作秀手段罢了 他的怀旧和所谓的伤感 更像是一种策略 意在博取同情与支持 特朗普总是擅长利用情感操控人心 从而掩盖 他在政策上的缺陷与失误 无论是威胁对墨西哥征收100%关税 还是对移民问题的强硬态度 都显示出他对复杂国际关系的简单化处理 在演讲中 他对对手的攻击和粗俗言辞 也反映出他对竞选形势的焦虑和不安 他用负面情绪激发支持者 却忽视了理性和建设性的政治对话 最终可能适得其反 然而特朗普的演讲风格一直以来都是他在政治舞台上的招牌 这是他的支持者们所喜爱的 他直言不讳的表达方式和敢于批评的态度 让人们觉得他真实可信 在如今这个政治极化的时代 特朗普的直率和反传统不仅吸引了大批忠实粉丝 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反建制派的形象 这正是许多美国民众心中所期望的领导者形象 他的演讲虽情感丰富 但也不乏对国家未来的明确愿景 通过这样的演讲 他继续保持对选民的影响力 唤起他们的斗志 鼓励他们去投票 以期在选举中取得胜利 特朗普的直率与反传统 很大程度上也是他自我的一种表演 他所标榜的反建制形象 在实际政治运作中 却常常显露出他的极端和狭隘 回看历史 许多政治人物也曾利用极具煽动性的语言来凝聚支持 如麦卡锡主义的猖獗时期 言辞激烈往往导致社会分裂而非团结 特朗普在攻击对手时所用的粗俗语言 不仅显得缺乏总统应有的风度 也进一步加深了社会的对立与撕裂 此外 他所宣称的国家愿景中 许多政策并未得到有效的落实 其领导能力和执行力颇受质疑 这种演讲的魅力只能短暂掩盖其政策缺陷 长期来看 缺乏实际成果的支持不可持续 特朗普的演讲风格确实与传统总统有所不同 但这恰是他能够在政治舞台上脱颖而出的原因 他敢于达破常规 用直接的方式与选民对话 许多人认为这是接地气的表现 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复杂的政治辞令 通过直接了当的沟通 他能够更有效地传达信息和凝聚支持者 他的政策虽然争议不断 但在经济就业等方面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尤其是对他和新支持者群体的影响深远 他的演讲不仅是个人魅力的展现 也是一种政治智慧的体现 能够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游刃有余地维持自己的立场和影响力 虽然特朗普的风格吸引了一部分选民 但这种简化的沟通方式 也可能导致政策的肤浅化 忽视了许多问题的复杂性 相较于单纯的口号式表达 选民更需要的是实质性的政策讨论和落实 而特朗普在经济和就业领域的成绩 也不能掩盖他在其他领域的失败 比如环境保护、社会公平等 回看历史,领导者的持久影响力 往往源于全面的政策事业和执行能力 而非仅靠言辞的煽动和支持者的狂热 特朗普在竞选中的情感演讲 或许能在短期内激起支持者的热情 但长远来看 他需要更稳健的政策和更为团结的社会基础 这样才能真正赢得未来的选举胜利 我是评委和李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谢琪琪的辩论围绕特朗普的情感演讲展开 展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 楚天书赞美特朗普的情感表达 认为这是他与支持者建立深厚关系的纽带 并突出了特朗普直接的沟通方式 和对反建制形象的塑造 谢琪琪则针对特朗普的演讲进行了批评 认为这只是一种作秀的策略 并指出其潜在的社会分裂和政策的缺陷 楚天书展现了特朗普演讲的情感力量 认为这是他吸引支持者的关键 然而 这种情感是否真的反映出 一位合格领袖的特质值得商榷 情感的力量固然可以激发支持者的热情 但政治领导不仅仅是情感的宣泄 更需要理性的思考和全面的政策设计 楚天疏忽略了特朗普在政策上的具体表现 特别是在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 及社会问题时的简化和极端化 相对而言 谢琪琪对特朗普的批评更具说服力 她明确指出 特朗普的情感演讲往往掩盖了 他在政策上的缺陷 并可能导致社会的分裂 他提到特朗普的直率虽然能够吸引支持者 但却加剧了社会的对立 缺乏应有的风度和理性 在社会日益多元和复杂的背景下 领导者应该具备包容和深思熟虑的能力 而不是简单的情感操作 楚天书强调 特朗普的政策在经济和就业方面 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这样的成就是否能够弥补它在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失误 仍然需要进一步反思 政治的成功不仅仅是短期的经济增长 更需要长期的社会稳定和公平 谢琪琪的观点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更为全面的视角 提醒我们关注政策的全局和持续性 总的来说 这场辩论让我们看到了特朗普演讲的两面性 一方面 情感的诚挚能够激发支持者的热情 另一方面 过度依赖情感 而忽视政策的深度与广度 可能导致更大的社会撕裂 未来的政治领导者 必须在情感与理性之间找到平衡 以并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建立起真正的信任与支持 希望未来的辩论能够更深入探讨这些议题 以促进更健康的政治对话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